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地大厨们把水果灵活运用 让他们成为打破传统料理常规的魔术师 能用吸管吸出汁水的水蜜桃 您吃过吗 大块多一 酸酸的黄皮果 怎么能让鱼骨头瞬间酥软 酸酸辣辣的 好哎 还有一点甜味 拔丝苹果的丝到底能拔多长 两米了 两米了 哎呦 天呐 真的还能拔 本期四季味道带您探寻 水果到底是怎么称拔餐桌的 浮原辽阔的中国 盛产的水果多到吃不过来 什么带汁的 带刺的 带皮的 带棍的 让我都不知道从哪下堆 听说富饶的太湖明珠无锡 有一种插吸管就直接可以喝的水蜜桃 称霸餐桌 所以我的第一站就是去拜访 无锡的贾永康大厨 贾永康 有着二十多年的厨师职业经验 他掌管的厨房 出品地道精致的西邦菜 但创新也是他最得意的资本 不过我们的见面并不是在厨房 而是在果园 您天天在摘这个桃子 我每天都在这 一天能摘多少 很多 几十半 四五十半 每天七八十半 假期今天背下雨 无锡郊区的阳山镇 出产文明江南的阳山水蜜桃 它的优点当然是 看着好 闻着香 吃着甜 但是更让我好奇的是 据说熟透的桃子 可以用吸管吸出汁了 也就是说可以用吸管吃桃 这我一会儿可得见识见识 什么桃子可以摘啊 这个个 肥巴没有 怎么看这桃子能摘 只要红的就可以摘了 那我摘了 这个摘有什么技巧吗 摘 这个摘 这个可以吃了是吧 可以吃了 桃子里有这个毛没事吧 没事 桃子上没了 不用 其实不是 这个水平桃和我平时摘的桃子还真不一样 它的毛特别细 不说了 这个形象描写你们自己看风镜了 我这先吃了 我先吃了 我先吃了 你先吃了 这个好吃 真的 皮薄 肉嫩 你看自己看吧 我咬的比较难看啊 你看这个皮比较薄 然后你看这汁水顺着往下疼 虽然你尝不到味道 但我只能告诉你 特别特别的甜 然后口感很好 虽然说这桃子摸下来有点硬 但是咬下来一点都不割牙 是 是 是 这个它就是我们一样的 它是那些桃子 比较好的 有西瓜鸡的是吗 有西瓜鸡的 这个给阿姨 我给你摘下这桃子 大桃子 每个桃子比较软啊 软了 时间还不到 时间还不到 要是时间到了 再够三五天吧 就是软了 软了好吃了 那个树上长熟了 那个桃子就好吃 血管好血了 这里有吗 这里现在还没有呢 这个桃子还没有 还要够十五天吧 十五天嘛 那个天好了吧 好了嘛就是要长这个桃子熟了 就是太阳出来晒了 晒了那个桃子熟了 就是血管好血了 现在那个桃子呢 还不开心 看来那是阴雨天气嘛 没有这个太阳出来晒了 嗯 没有晒这个 看来你喜欢阴雨天气 凉快的天气 是有代价的 是吧 对 在桃园边的水蜜桃体验馆 所有的服务员都在介绍 用吸管吸水蜜桃 于是我下决心 无论怎样 也要尝试一下 怎么样 我觉得 吸管不是很过瘾 嗯 大块多一 嗯 太爽了 假大厨的创意菜 会不会就是用水蜜桃做的呢 我知道水果入菜是一种时尚 但是 把清新可人的水蜜桃做成菜 会是什么味道 它又怎么能让口味挑剔的无锡人接受呢 山坡上的这个农家小院一派田园风光 几十平方米的小菜园种着几种家常的蔬菜 现在的阳山已经真正的成为成立人羡慕的世外桃源了 这个芋头 这个是芋头 这个是芋头吧 对 你说 王是哪天在荒烈生存 看到这东西都不敢吃 但谁知道一把牙里底下是芋头 小的水果黄瓜 这个刺还挺渣的 是的 这能吃吗 可以的 我咬嘴了 它有点酱 就 你挤着了 真的 贾大厨告诉我 在阳山镇 桃子不仅仅是水果 还可以当蔬菜 用青桃炒菜是普遍的家常做法 它的创意就是受到这个启发 看来还是要先去当地人家里品尝一下用青桃炒的菜才行 很清爽的 是吗 嗯 这么吃 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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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桃子也可以这么扒皮 桃子炒肉片 桃子炒肉片 我是说扒皮这个 我来我来 我以为只有土豆才可以这样 就是这样弄的片 再放一点肉 放一点黑猫 什么炒炒 是吗 也是我们阳山的牛家特色菜 我们饭店一年 一桌桃子要吃点好多的 桃子 桃子 在这桃子就不仅仅是一种水果了 是 上菜 上台子 上吃饭的台子 如果我不说 估计您会以为 这是在切土豆片 走上厨房台面的青桃 到底会变成什么菜呢 肉就是一个点缀 肉比较少一点 对 这个菜主要是吃桃子 主要是吃桃子 吃桃子 桃片炒肉片 肉片是点在一下 桃片吃的带人身体 这个我认识 这是桃椒吗 桃椒 桃椒 这个怎么那么大啊 桃树上面分泌出来的 对啊 我知道 放水里养了它就发出来了 这个桃椒也可以放在水里发 像海参似的 摸了底下来 桃树上面分泌出来的 也是一种养分 吃的带人身体也好的 这养生的食物 养生的 它也是有营养的 带人的皮肤也好的 你看放在水里发完之后 是这样的 更大了 而且手感更好 不错 要把它养清爽一定要 好的 咱就先把这个肉片吃好了 好的 这边来 我总觉得肉太少了 您家这个青椒真是点睛之比 我这个味儿一出来我就不行了 青椒放在里面也挺好看的 是吧 真的是在流口水 我真的不怀 我真的是在流口水 青椒好切肉片 差不多了 好了 差不多好了是吧 那咱盛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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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 可以 好了好了 我觉得可以了 给我吧 给我吧 不是 这个菜 你看着这个状态 其实是像土豆片炒肉片这种感觉 但是你知道这个黄豆 吃到嘴里是另外一种感觉 对 没错 还没吃到呢 我闻这味儿我已经受不了了 我有筷子 我就直接拿手 好的 可以 有点烫 而且你要知道 我现在瞬间对这个肉片 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弄弄筷子 哎呀 好吃 好吃 太好吃了 这是我们牛家的特色菜 我从来都想过就是 你说这个 桃片 桃片 里面放了比如说油啊 青椒啊 肉片这些味道 本来是应该属于锅里的味道 放到水果身上 然后 上面挂了 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很好吃你知道吗 尤其是 那个肉的香味和青椒香味过去之后 往下咬 桃的那个汁水伸到你嘴里 水出很特别的感觉 好吃 懂米饭吗 有 吃过了桃子炒肉片 我开始对贾大厨的水蜜桃菜 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期待 让我想不到的是 它要用水蜜桃制作的居然是一道红烧肉 红烧肉各地都有 武器当地的传统红烧肉 叫做奶乳汁扣肉 主要用腐乳汁上色 当然还有很多的糖来提前收汁 贾大厨这道水蜜桃红烧肉的关键环节 是用打碎的桃汁腌制肉块 桃子的清香和酸甜的味道浸到肉里 既保留了无心人喜爱的甜酸口味和亮丽的颜色 又减少了糖的用量 自然受到大家的喜爱 为了让我更好地品味新派的水蜜桃红烧肉 加大厨还同时制作了传统的奶乳汁扣肉 红烧肉你知道吗 这是最初到我点的东西 我先简单说一下 这个是传统的做法 传统的 传统的红烧肉 这是咱们的新派水蜜桃红烧肉 新派的红烧肉 好了 不用说了 我先尝一块 等半天了 很甜 肉味很浓 好吃 但是咱们今天的主角不是他 是这个 蜜桃 蜜桃的 直接在里边加就行了 是吧 这个好 这个好 我不是故意这么说 是因为 吃这个红烧肉 就感觉是传统做法当中的 属于巅峰之作 就是它所有红烧肉的特点都有了 对 甜 香 而且不腻 对 但是这个 它是有层次的 是的 一开始吃下去的时候 第一瞬间的反应是 红烧肉的味 红烧肉 但是你往下咬的时候 尤其是那个肥肉的那个 汁水浸到嘴里的时候 哎 有桃子的味道 对 桃子的味道 桃子的那个果香 对 这个感觉是很奇妙的 你本来以为这两个味道 是不能调和的 但是放在同一道菜里 真的很美妙 吃这个 好 这回有一大块 我吃这个大块 用吸管吸出甜蜜汁水的一瞬间 这无锡水蜜桃 着实惊艳到了我 吸管不是很过瘾 当它在痴迷甜味的无锡人的餐桌上画龙点睛时 则是彻底把我征服了 哎呀 好吃 好吃 辣 太好吃了 嗯 这种入口贵的霸气 可不止存在于无锡水蜜桃的身上 此时我的同事孙迅 就在祖国另一端的云南河口 体验另一种水果的霸气 您好大姐 您这是在挑鱼呢是吗 对 这个我们在挑鱼 这个里头都是什么鱼 好像不止一种 这个有好多种 这个是蛇鱼 这个是河里面最好的鱼了 你看这个背上的花纹 确实有点像蛇的感觉 很漂亮的 对对对 你看这个鱼是我们河里面的最有特色的鱼 这个对看起来好特别 它叫红眼睛鱼 你看它的眼睛是红色的 翅膀也是红的 叫红翅膀鱼 它是很娇气的 在河里面捞上来一下下它就会死了 对 红眼睛鱼用来做什么呢一般 做那个黄皮骨鱼嘛 它炖出来 它那个吃了那些肉 就像罐条鱼一样啪啪的 那个味道很好 跟黄皮骨一起炖 就是那个水果是吗 对对对 那个是酸的嘛 它用的那个酸味做出来的那种 那种能把鱼骨头都酸酥的家常味道 估计就是大姐口中的黄皮骨焖鱼 这黄皮骨到底是一种什么稀罕之物 它到底有多酸 竟能将鱼骨都酸酥了呢 大姐看着我一脸的疑惑 决定请后厨的掌勺人 她的老公为我亲自做示范 这就是黄皮骨了 对 很酸很酸的 可以试一下 是吗 酸吗 酸是不是 应该可以 而且就有点热台水果这种味道 对它的味道很赞 为什么想到会用黄皮骨来跟鱼一起做呢 就是以前埋钱的时候用这个做菜 它比较下饭一点 这一棵就是黄皮果树 对 这个树在你家门口多久了 这个 二十几年 那你做这鱼做了多少年 我做了十二三年了 哇 那就一直在这儿 一直在这儿做 黄皮树原产于亚热带 最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 揭出的果实是典型的姜果 半透明状的果肉里 满满的都是姜汁 黄皮果焖鱼是大哥家的祖传手艺 在没开店之前 烦到他家做客的朋友 他都会以这道家常菜招待 朋友对这道菜都是赞不绝口 于是在大家的鼓励下 夫妻俩开了这家鱼庄 让家常走出家门 咱们没有刮鱼鳞吗 这个鱼鳞可以吃的 这个鱼鳞放在上面 炸还比较好 就会炸出来酥酥的那种 好 这个要炸到什么程度 炸到有点金黄色 金黄色就要捞出来了是吧 大哥告诉我 红眼鱼可以长到一到二千克 但是含肉量却能达到百分之八十 是做黄皮果鱼的上上之选 在高温下 鱼鳞发挥了作用 在它的保护下 鱼肉完好无损 而鱼鳞含有一定的抢腐氨酸 和抢赖氨酸 可是胶原蛋白的主要成分 红眼鱼被油炸 另一个主角黄皮果 究竟该如何亮相呢 炒出金黄诱人的糖色 迅速倒入黄皮果快炒 让糖的甜味 与黄皮果的酸味亲密融合 可就在我以为 这道菜就是酸甜口食 一样样让我意想不到的食材 却又惊艳登场了 现在放蒜了 放点姜 姜 再放点小米辣 你想啊 一个水果加上辣椒 那个味道应该很特别 只不过在这边 这是很常见的 用水果入菜 我已经闻到了 仿佛空气中有那种 特别酸酸的那种味道了 赶紧把它压破 压一下压破 酸酸辣辣的 好耶 还有一点甜味 是时候轮到黄皮果施展魔法了 黄皮果里面的有机酸 开始释放微粒 这种具有挥发性的弱酸 能随着水蒸汽的蒸流 渗透到鱼肉和鱼骨中 而红眼鱼只能乖乖 交出所有的养分 这些营养成分和黄皮果里的果胶 以及丰富的维生素C一起 组成能量团滋补身体 哇 这个皮啊 给它撕下来 这个皮啊 这个皮没有用吗 好完整 可以拿来炒 可以炒 对 红色的那种 有腥味大 我们就把它去丢了 就给它去掉了 在大哥眼中 鲸鱼是制作生鱼片的最佳选择 两斤左右的鲸鱼 肉质细嫩而厚实 除了蛋白质和脂肪 鲸鱼中所含的锡和点等微量元素 还是抗衰老的武器 大姐迅速用纸巾 吸掉鱼肉中的水分和表面的杂质 这对女主外男主内的搭档分工协作 有条不紊 你现在就开始切了是吗 对 我还以为是这样横着片的 咱们就切到 不是 那种刺太多了 我们拿一片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大姐 为什么这样竖着切 它就没有刺 它刺是滋滋的切 它就没刺了嘛 切断掉了嘛 切断掉 你要是歇着刺到 那个刺就多了吧 好 所以这个切法跟这个刺也有关系 对 像大哥这样竖切 横着长的鱼刺就会被切碎 随着手上的巧劲 鱼肉片的越薄 生鱼片里残留的鱼刺也就越短小 我听到那个刺咔一下那个声音 对 这样可以 一刀下去 这个刀确实很锋利 这样好一点 这片要好一点 你看切切的特别薄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根本就感觉不到刺的存在 因为基本上都已经切碎了 大哥教我骗鱼 大姐也不闲着 一盘生鱼片要想卖向诱人 骗鱼只是第一步 摆盘的功力也得深厚才行 大姐告诉我 常见的生鱼片吃法就是蘸芥末酱油 一不留神就会被呛得鼻发酸流眼泪 而它们的蘸料可不会那么生猛 大姐家这种独特的蘸水 究竟会用什么来配呢 她的点睛之笔会不会又是什么水果呢 这个是水啊 这个是我们的蜜汁的香料 我能闻一下吗 看这是一碗清水 闻着也像一碗清水 但大姐说这是一碗蜜汁的料 知道是什么 先把这些调味料 对对对 糖和盐先加入了 加入 对 其实吃生鱼片 这个很讲究 放酱油主要是也是提鲜味 提鲜的 给它一点颜色 好 这个也是我们蜜汁的 这也是蜜汁 这我也闻一下 好 这个里面有肉桂 有肉桂的香味是吗 对有肉桂的香味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了 你看这个也是饭两次 一碗接一碗的蜜料 大姐的生鱼片实在隐藏着太多的秘密 但好在接下来的食材 我总算能认得几个了 姜丝去腥驱寒 大蒜杀菌解毒 当然还少不了小米辣助阵 柠檬叶打碎提香 至于不太常见的沙姜 也剁碎加入蘸料 沙姜皮薄肉厚 气味芳香 辣味浓厚 由于辣姜素高 因而是消食健脾的好选择 而野盐衰这种野生的香菜 也为蘸料贡献它的奇香 其实这个酸味主要来自于青柠檬是吧 对 很香的 给你尝一下 吃不吃的口感很好 回甜回甜的 又鲜又酸又甜又辣 主要是混合在一起 让你觉得该来一片生鱼片了 大姐家做的生鱼片是典型的中国味道 生鱼片鲜嫩爽滑 带着些许的韧静 而加工复杂 融合多种调料于一身的蘸水 则赋予食物更多的滋味 而酸味毫无例外的又是仰仗水果的贡献 大姐告诉我 这一碗看似普通的蘸水中的柠檬汁 除了提供酸爽的味道 还能够杀除生鱼肉中对人体有害的细菌 既丰富了味道 又保证了饮食的卫生和健康 有点小刺要注意 味道还可以吧 那种鲜甜鲜甜的口感 对 有种妈妈的味道是不是 可能对您来说真的是妈妈的味道 对对对 小时候就是妈妈经常做给我们吃 对 十秒钟钟 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可以了 放点香料 好 这次蘸一下花生碎 这个是什么 土豆丝吗 土豆丝 油炸过的 嗯 好吃吗 第一口满是那个花生和土豆的香味 然后慢慢吃进去 这口感就变软了 很薄很嫩 大哥告诉我 无论是黄皮果焖鱼 还是他家的生鱼片 都是传承于广西的民间做法 他的爷爷从广西迁徙到河口 于是这些广西的烹饪之道 也自然而然留在了这个家里 为河口人的餐桌增添了家常的味道 关于河口人的家常味到底有多酸爽 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水果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茶余饭后的点缀 而是炒勺里的一味主力 在距离河口瑶族自治县200多千米的鸿河县 苏仇之路的西南县路上 以撒镇的先祖们人马同行 打通了第一条通往东南亚的马邦之路 马邦文化从此叱咤滇南 随着贸易的流通与兴盛 一座座小城也开始依山而建 尽管山路险行目难 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却衣食丰富 眼界开阔 因为这里是云南著名的桥乡 很多当地人称得上是见多识广 所以在红河人的马邦家宴上 寻找称霸餐桌的水果 肯定不需此行 您好 您是郭大哥嘛 对 您好您好您好 您现在这采的这是什么呀 这么小 这是芒果 现在它还没有长大 那你为什么现在就采下来 今天是我弟弟他从老窝回来 所以我就采一点 我们这边就喜欢吃这个青芒果 湿热的气候是红河县盛产芒果 可当地人却偏偏要把青芒当宝贝 那些青芒还没成熟 一个个又酸又硬 这真的能吃吗 虽然有点硬 但是 对 这是脆脆的那种口感 青芒蘸辣椒末 酸 甜 咸 辣 急于一身 同时又有水果的脆爽 这种口感恰恰能让人打个机灵 瞬间清醒 没想到郭志荣大哥的家宴菜单 这么快就浮出了水面 让我好奇的是 在这张菜单里 是不是还藏着什么更惊人的吃法呢 郭大哥告诉我 他记得他的爷爷当年还在走马帮 而到了父亲这一代时 务农就成了家里的主业 马帮虽然辛苦 但一个个却都是见多识广 这些见识总能使他们的后人 接触到新事物和新想法 如今郭大哥兄弟四人 三个都在国外做生意 而他却选择留下来 为祖辈坚守家业 这个怎么采法呢 这个就像这个 你这个火拳的 对 就这样 咱们吃的时候是吃哪部分 吃是花卡里面吃的里面 还有这个仙人脏 这个也是能吃 外面长得像耳朵似的这些 是吧 嫩嫩的那种 就是要吃嫩的脏 老就不会吃 这个仙人脏吃 反正对胃也好脆 对胃 好像也能消炎是吗 对对 消炎 这里边有一些粘叶 对对 拉丝的粘叶 有点像芦荟那种感觉 对 然后把这个菜削了就行了 仙人掌花的出现 让我突然想起了 云南人爱吃鲜花的嗜好 鲜花称金麦 是云南十八怪中的一贯 云南四季温热 全年盛开各种鲜花 于是秀色可参赐个字 在这里就真的从传说变成了天天能看到的现实 鲜花菜品让人齿甲流香 大哥却告诉我 还有一种更厉害的食材必须有 可是还有什么会比吃花更新鲜更诱人呢 两位大姐 这是大厨 这个是大厨 这个是我的媳妇 这个满回来就给他们煮 厨房 自己给他们自己煮 厨房是女人的天下 对 那在我们这里就来出去捐钱去了 捐钱养家 我们这里就在家里面住室 管家养小孩了 和眼前这一地菜相比 我跟大哥弄的那些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了 原来两位大姐才掌握着厨房里绝对的话语圈 哇 蜂蛹 对 这是生的吗 生的 这个怎么吃法 凉拌 这个 不炸吗 不炸 这个蜂蛹就凉拌一下 蜂蛹 一般指的是狐蜂 黄蜂等野蜂的幼虫和蛹 它们凭借高蛋白 低脂肪 获得了天上人参的美誉 是一种理想型食物 而且吃法简单 只要沸水超一下 加入调料凉拌 就可以大嚼特嚼了 食材被处理干净 两位大姐也开始分头行动了 蒸好的糯米 沖碎的芋头泥 浓稠的红糖水 单看哪个都不急眼 可它们却能成就当地最有特色的小吃 麻脆 小巧轻盈 蓬松酥脆 可实际上 这道吃起来不费吹灰之力的美味 却完全是靠重体力的劳动成就的 哇 这个好黏啊我感觉 好费力啊 这个我们这里的糯米 那个质量比较好 所以说它那个张黏性比较强 是吧 所以说你就更费力了 对 蒸好的糯米要在对窝中千锤百炼 大姐说它们村只有这一个对窝 逢年过节都要排队 因为麻脆可是节日里必不可少的味道 在我使出全身的力气之后 糯米终于变换姿势 开始黏黏糊糊的抱成了团 而芋头泥的加入则会引发一场神奇的变化之旅 加在那边它就炸的时候它就自然就蓬展起来了 所以其实这个里面是没有任何那种添加的蓬化剂的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其实蓬化作用的就是咱们天然的芋头 对 这个就好炸多了哈 这跟刚刚的感觉不一样了 这是那种热润的感觉 要把它炸细 把它混合在一起 对 加一点横桃水晶气 好 嗯 加横桃的作用就是起到那个调味的作用了 现在再炸就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一开始是特别黏 然后是润 现在是觉得滑滑的 就越来越好炸 当你在经历这个美食一步一步变化的过程 然后你那么费劲啊 到最后吃到它 你才会觉得哎呀 这个美食来之不易 真的来之不易 对对对 撒上干粉 将冲好的糯米擀成圆饼 放在阳光下晒干 干透的圆饼再被分解成一个个菱形块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只见小巧紧实的菱形糯米迅速膨胀 蜂窝状的结构成就了酥脆的口感 而此时在另一位大姐的锅中 又会冒出什么让人惊喜的味道呢 这鱼要怎么做呢 先把它炸香 再把它放在碗里面就去沾 先炸后蒸是吧 对对对 这是咱们传统的做法吗 以前走马帮的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做 一直等到他们那些走马帮的人回来 一天一天的蒸一次 现在就是你每天炸完了蒸完了不吃 就等到他回来再吃 对对 就因为你不知道他哪天回来是吗 对对对 我们以前没有冰箱 对对对 没有冰箱就是这样 一天一天的断 对呀 这到回来还能吃吗 可以啊 天天的断不会臭啊 那最后就滚酥肉辣了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 像这种做法你是跟谁学的呢 这个啊我只是跟我婆婆学的 那你婆婆是做给谁学的 是我到她公公嘛 然后现在你也会了 我也全给我了 这个 对 全给你了 好 五香蒸鱼是马帮家庭的传家菜 大姐告诉我 以前每到过年 村里的鱼都会平均分给每家每户 因为只有两个鱼塘 所以每家分到的也就三四条鱼而已 村里人都舍不得吃 一心要把营养和美味 留给辛苦外出跑马帮的男人们 马帮出门少择一两月 多择小半年 于是炸好的鱼就每天放进增子里蒸 等啊等的 一直等到马帮归来才上桌 而年年月月的 这种等待团圆的味道 就在这个家里传承了下来 每逢家宴五香蒸鱼就会上桌 勾起流经岁月中的家族往事 而此时我最期待 却最害怕 也是最纠结的一幕 终于上演了 我觉得现在拿着觉得剩得黄 炸了它吧 炸 好了 炸了可以了 太可怕了 我一下下去立马那个蛋白质那个香气 它的外表和它的味道的反差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让我觉得一定会很香啊这个 对啊 听到这个声音 叉叉叉叉的这个声音 对听到没叉叉叉叉 这个就吃了 这个就吃了 竹躯是在竹筒里寄生的竹虫 又嫩的竹笋就是它们的营养来源 好吃懒做的竹躯 长大后会因为不断扩大的胃口而祸害竹鳞 于是云南人就想用牙齿和嘴巴 这样一种完美的解决方式来终结竹躯的醉形 极高的蛋白质让油炸后的竹躯竟然散发出一丝奶香 简单撒上椒盐它们就会变得香脆可口了 吃了啊 还是有一点心理压力啊 其实还好也不干嘛 吃了 春更 夏云 秋收 冬藏 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与时间对话和时节对饮 跨越春夏秋冬 智慧创造自然之味 品尝四季轮回 餐桌凝聚生活百态 科教频道为您带来四季味道 准备一二三咱们一起啊 来 一二三 哎呀 这不就是椒盐吗 好香啊 现在觉得没什么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像吃一只炸的小虾是一样的 真的我是克服了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算吃了吃了 你不是也吃了吗 而且真的挺好吃的说实话 对对对对 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咱们云南人 那么爱吃这个 吃竹躯这道坎儿 在我心里总算是卖过去了 忙忙碌碌中 郭大哥的四弟已经到家 走走 走走走走 与此同时 豆腐圆子汤也呼之欲出 它象征着团团圆圆 而郭家的红烧肉也有了新的搭档 之所以选择莲藕 是取藕断丝连的好彩头 因为在马帮人家 不管人走到多远 割舍不断的牵挂电念 都会让外出的人 永远和家人心心相连 你看这一桌菜啊 你最想吃哪个 我现在吃这个 这芒果啊 对啊 为什么呀 这是儿时的味道 记忆中的味道 先尝一个 还是那个味道吗 还是那个味道 我看你这个快哭了 在吃一口这个芒果 是不是啊 酸嘛 在这桌精彩分成的 马帮家宴上 这道看起来并不起眼的 青芒蘸辣椒末 竟成了最让郭家四弟难忘的味道 它用独特的酸辣口感 将儿时的记忆鲜活地封存在 游子心中 在四季如春 白果飘香的云南 寻找水果入菜的味道 自然不是难事 但接下来我要穿上冬衣 前往山东五莲 寻找在那里称霸餐桌的水果 要说起它的名字 估计山东人都耳熟能详 这个就是咱们的苹果是吗 对 小瓜瓜 这个跟就是一般咱们现在吃的那种 富士什么的长得不太一样 它这个自然成熟 它就是那个腰皮 不是很那么滑 不是很光滑那种 是吧 它有一点皱巴的那感觉 是不是 它是那种酸酸甜甜的 那种小酸小甜中的一些脆质 真好吃 七个月的自然生长 赋予了小瓜瓜 酸甜脆爽水分足的口感 而这种味道 曾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北方市场风靡一时 是镶嵌在许多人记忆中的味道 白果谷昼夜温差大 再加上沙粒土壤 让这里成了五莲主要的水果种植区 据我所知 五莲盛产板栗素有栗香之称 这里的野生栗树天生天养 树林都在五十岁以上 为了能随时吃到新鲜的板栗 当地人将带有栗棚的板栗存放在缸中 然后一层沙土一层板栗 密封保存 五莲出产的板栗香甜沙面 淀粉含量高 所以当地人经常将蒸熟的板栗 捣碎做成馅料 像豆包一样制成栗包 别具风味 陈大哥说 要完成今晚的硬菜 除了板栗 还需要另一种与栗树有关的神秘食材 我的胃口已经被吊得高高的 就在等天黑的时候 大嫂邀请我品尝一下她家的特色 拔丝苹果 拔丝是卤菜的经典烹制技艺 在五莲的这个农家小院 特色的苹果会成就出 怎样的地道风味呢 这是淀粉 淀粉 果完淀粉再果什么 再放那个脆炸粉 这是脆炸粉 这个拔丝地瓜跟拔丝苹果 它的做法一样吗 有一点小区别 什么区别 苹果我们都用上一条脆炸粉 地瓜我们都不硬 为什么 因为苹果比较软 它那个地瓜本来它就硬度挺硬的 脆炸粉可以让食物的外表更加蓬松酥脆 尤其像苹果这种经高温容易变软的食物 裹上脆炸粉 不仅能锁住苹果里的汁水 还能在油炸时更好的定型 油温烧到五成热时 苹果下锅 转眼间外表挂的糊 就变成了坚固的黄金战甲 为苹果抵挡热油的侵袭 大嫂咱们是用水来熬糖是吗 少放上一点水 让它熬化 放上一点油 还要放油 咱们这一般就拔丝 不是要不然用水 要不然就用油 咱们这是一半水一半油是吗 感觉加上一件油 它的亮度要大一些 全硬油 你不硬上一件水 有可能太粘了吧 所以这个又有亮度 又不会太粘 拔丝成不成 关键靠熬糖 大嫂用一招水油混合熬糖法 惊艳了我的眼 这种方法比单纯的油熬速度慢 又比水熬速度快 最难掌握的就是火候 当大泡变成小泡 小泡消失掉 此时就是拔丝的最佳时机 这种水油熬糖的方法 让外表的糖衣看上去既有水的通透 又有油的黄量 卖相已经到位 下面就要看能不能拔出丝了 好长 这拔丝 这还不成功吗 来 咱慢点 看能扯到多长 一米五了 拔出一个我来了 一米七了 两米了 真的还能拔 大姐 我咋吃 我在往前走拔 太成功了 这拔出两米多来 大姐太厉害了 你看 这真的是地地道道的 拔丝苹果 我来吃一口 第一口特别甜 对 外面那个脆皮脆脆的 所以吃起来 有一点冰糖葫芦的感觉 但是它是热的 你知道吗 就是加热的冰糖葫芦 里面软绵绵 外面脆脆的 特别棒 拔丝拔出两米多 我不禁要为大嫂的高超厨厨 一点赞 可她却告诉我 在开农家乐之前 她自己根本不会做饭 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 陈大哥的父亲被当地人称作 樱桃之父 靠中樱桃带领全村人致富 随着樱桃畅销 采摘的游客分治踏来 于是陈大哥看准商机 辞去城里的工作 回家经营起村里的第一个农家乐 为了支持丈夫 大嫂成了厨娘 每天给十几桌人做饭 大嫂的厨艺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这也更让我期待 出自她手的黑色料理 会是什么味道 终于盼考天黑 谜底是时候揭晓了 咱们这个月黑风高的 咱们出来找什么到底 我带你去抓鸡 抓鸡 但是这个鸡 我白天都逮不到 晚上上哪儿逮去 晚上它在树上 我们是去等一早 它就很老实际的 我们一起带肚子来 真的吗 那咱们去试试 试试 大哥我都听到咕咕咕的声音了 是有鸡是吗 对 看到了吗 真在树上啊 那边还有 那一群都是 飞了 是被我们吓到了吗 是 你看那边还有好几只 是 直接用这钞子来套它是吗 套那只单独的好不好 有点害怕 我应该从它的头那儿套 因为它会从前面蹦 是吧 我来了 你自己来吧 自己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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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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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带动的 快进来 抓到了 清惊入望 天哪 这个鸡再猛了 不过这种趁黑天来抓鸡的方法 真的是头一回 难怪大哥说要等天黑 这种凶悍无比的战斗鸡 白天根本无法晋身 鸡的视力不好 到了晚上 它的身体感知能力下降 就会缩在一个地方不敢动 这才有抓住它们的机会 不过 这种鸡能入选五连四黑的榜单 并不是因为黑天才能抓 而是带有与生俱来的标志黑 这就是我们五连黑爪鸡 黑爪鸡 它这爪子是黑色的 活泼好动爱上树的五连黑爪鸡 这种鸡是山东地方品种狼牙鸡的一种 作为鸡中的颜值担当 它们身披雀羽大衣 毛色光亮 身材更是没得说 抬头挺胸 尾部翘起 S型趋线 不过只有自然生长一年以上的黑爪鸡 才会准许入菜 否则味道不香还会发腥 大嫂会如何演绎这道黑色料理呢 一下子这个香味出了 对 咱们在聊天的时候就说 这个栗子就搭配这一黑的是吗 对 就是栗子炖鸡 还有别的东西 等会儿再告诉你 等会儿再告诉我 好 看来还有小牛是吧 健壮的黑爪鸡 需要50年的栗树果实来捧场 中医认为 板栗可以补皮健胃 补肾强心 鸡肉又是温补佳品 所以板栗炖鸡不仅味道甘甜 还十分滋补 所有咱们这儿经典的好的食材都在一起 又香又鲜 大爷 这儿子儿媳妇说要开农家乐的时候 您一开始是不同意的是吗 为什么不同意当时 弱不猴 说疼不方便 现在您看到了您觉得怎么样 现在对了 现在对了 猛自 云南省洪河哈尼族遗族自治州首府 传说这里曾经有座桥 从桥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一种传世的美味 便成了猛自人引以为豪的佳肴 这种伴随着猛自人一日三餐的美食 就是过桥米线 猛自人的一片几乎都是从过桥米线开始的 于是米线的制作者们就得更早准备 更晚打样 他们的辛苦付出 只为换得顾客们一碗米线下渡后幸福的满足感 走遍猛自的大街小巷 米线似乎有过不完的桥 而过了桥的米线也没人能数得清究竟有多少 王百珠大姐作为祖传家业的第三代传承人 一直在坚守过桥米线的传统做法 这早已融入猛自人生活中的过桥米线 到底妙在何处呢 你来到王子不查我们家的过桥米线 你会感到遗憾的 是吗 天哪 这太豪华了 这是一套米线是吗 一人份的 一人一份 我知道过桥米线它的碗都挺大的 但是当你坐在面前还是觉得挺大的 比我的头都大 觉得好 我们家的头差 过桥米线吃的就是鲜味 于是依据个人的喜好用鸡汤 姜 蛋肉 青菜烫熟 变成了人们最最热衷的烹鲜手法 先生后熟 先昏后素 依次放入将近90度高温的汤中 这是配料烫熟的法则 高温烫熟 同时汤的表面又封着油 热气几乎一丝不走 于是不少心急的时刻都闹出过烫到嘴的笑话 因为烫到了极致 所以也鲜到了极致 鱼片 鸡胸肉 匀腿 这些荤菜看似是在给高汤增肥 其实是在给汤汁增味 将自己的本味第一时间融入在高汤之中 然后就把这个菊花放进去 在米线里加入菊花 这还真是让我眼前一亮 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王大姐告诉我 早在十多年前 她为了帮助父亲打理自家的米线生意 每天起早贪黑 于是经常上火 眼睛疼更是常有的事 后来听一位学中医的朋友说 菊花可以去火明目 便亲自试验 结果效果非常的好 她便试着把菊花作为辅料 搭配在了过桥米线之中 从此王继的过桥米线 又增加了食疗的功效 再猛字的人气也就更加爆棚 为了客人一年365天都能吃到米线 王大姐一天都不会休息 她的执着和坚持也感染了家里的其他人 在空闲的时候 家人也会纷纷到店里帮忙 王大姐说 过桥米线代表的是猛字的味道 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游客 就是冲着这口味道而来 她不能让食客失望 更不能让猛字人失望 料满公满 这个原则才不会辜负王大姐的一路艰辛 开明的她 希望把祖传的手艺传给勤奋能吃苦的人 一代一代共同成就猛字的味道 从太湖畔到黄海冰 从齐鲁大帝到西南国门 水果在不同地域不同口味 不同烹饪习惯人群的餐桌上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可能是令食材发生质变的催化剂 可能是经典味道的点睛之笔 也可能亲自上阵作为主料独当一面 总之在大厨们的手中 不同水果各显其能 物尽其用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当仁不让地霸占一席之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